272 南國早報 把對好司機的關懷就到前面 2015年7月27日南國時評A02湖北段思評7月25日上50時許 廈門市一輛68路公交車開到湖裡區政府附近時 司機陳毅特感身體不適,但他仍然隱同堅持踩下殺車 這個緊急殺車,救了一車人的命。 關火之後,陳毅口被突然噴出大量鮮血 從公交車上的監控汗,當時鮮血把他身上的制服都浸透了 據醫生介紹,陳毅而此消化度大出血,目前仍在觀察中 據海峽道報7月26日報導,毅急關頭仍將乘客放在心上 忍著騰痛停搵公交車,陳毅的行為無疑值得點讚 他也得到了公司領導,同時及廣大網友的遊衝讚譽 事實上,近年來,全國各地湧現出不少類似的好司機 他們在關鍵時刻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感和職業素養 向社會傳播了正能量 但是仔細分析,這寫好司機所面臨的突發狀況或危險情況 有的是可以避免或提前預見的 例如本事件中陳毅的消化度大出血 這類疾病事前不可能沒有一點精兆 如果公交公司為司機建立定期體檢制度 安排調度員在出車前對司機身體狀況進行詢問 根據司機健康狀況進行合理安排 或許能及時發現安全隱患 有效避免危險發生 不者相信,每個公交公司都會定期對車輛進行維修、保養 每天出車前對車輛進行檢查 為什麽我們不能同時也對公交司機給予同樣的後患呢? 加強對司機健康狀況的監測 定期安排體檢、科學安排優價 這些都很有必要 公交司機的工作關係著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把對公交司機的關愛落到實處 實際上也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表現 我們固然要對完美應對突出狀況的司機給予肯定與獎勵 更要劣增減公交司機發生風險的可能性 把人民關懷做到前面